土耳其政府对外国人入籍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以后 中国政府据称通过各种宣传鼓励中国人申请土耳其国际 根据新条款 为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所需的固定资本金额从200万美元减至50万美元 据官方公报刊登的决定 在土耳其拥有不动产的外国人为获得国际 所需的最低金额已从100万美元调低至25万美元 政府支持的中国媒体多次发布鼓励中国人申请土耳其公民身份的广告 这些广告在国家的支持下引起了浓厚的兴趣 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森就此时发表声明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人通过政府的支持在土耳其购买固定资产 并开始拘留 便开始里面征服土耳其 千万不要忘记汉族人最初以以命身份进入了东突厥斯坦 后来他们成为了一种灾难 我们不希望同样的灾难在土耳其重演 我们都应该警惕中国的欺诈行为 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系统同化 镇压和压迫已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又犯下了另一起可怕的罪行 在集中营中 北瓦尔族妇女遭强制绝育 根据前辈居留者的描述 集中营中的妇女每天被迫吃不明药物和定期注射 54岁的古里巴哈女士是一名前居留者 她在接受法国24频道采访时表示 我们每天都吃不明药物 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发现欲经出问题了 香港反逃犯条例 事为两个月来不断升级 近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内地网络近日传出武警车队进出深圳的短片 便只对香港警示意味明显 网传照片显示 数十辆武警装甲车现身深圳街头 被外界猜测对香港局势警示意味强烈 另一方面 最近对香港抗议活动 加剧感到担忧的西方国家的言论 引起了中国的反应 中国当局表示 西方国家正在干涉内阵 并警告西方国家远离香港 联合国还宣布该国的暴力事件 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巴基斯坦顿促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警戒会议 讨论印度对查默克什米尔实施的限制及其改变查默克什米尔现有地位的决定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玛哈茂德·库雷西致喊联合国安理会 就查默克什米尔问题举行警戒会晤 并表示印度政府最近的冒犯行为旨在有意识地破坏国际公认的查默克什米尔自治地位 伊朗媒体宣布 英国直播骆驼政府将于今晚释放上个月被查获的邮轮格雷斯一号 然而直播骆驼政府官员否认了伊朗媒体的消息 伊朗官员13日披露 遭英国方面扣押的涉伊朗邮轮格雷斯一号将很快获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和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 就邮轮遭扣押 伊朗方面与英国方面作商并交换一些文件 英国方面对释放邮轮格雷斯一号感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